那这个就是中国来台湾 他们最大的冲击 其实中国这种现象 台湾为什么会美 已经跟各位陈述的很清楚 就生物DNA来讲 完全生命科学来说 因为台湾是两大分血的过大 台湾人的DNA你是怎样看看 跟中国是两回事 第一个是河南一带 故事人来跟福建的无珠人 所以闽南都悲调 再一次过来 又跟台湾的平补族在大分血 埔里为什么出产美女 我以前在解说的时候 不是埔里的水比较好 甘蔗比较甜 那你是全台湾历来所有人种集中 加起来混血最严重的地方 你就知道跟多个人生 对 小孩看起来很可爱 这个也给各位一个很有意思 你们现在这个年轻人要谈恋爱 都要找跟自己一样 杂巴杂巴的眼睛 要跟自己性格一样 我告诉你 太相同的生出来的小孩都笨笨的 要找那个不太一样的 因两相合 互相这个甜度 这个不是原则啦 只是一个参考啦 嘿 你没电话刚才生鬼了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一个 一个diversity 整个上帝设计的演化的这个里面 就是让你有机会增加更大的乱度 来试验任何种种情况之下的 nature selection 原则 这个好里面在生物学的基因 是这样子 那么在文化里面 因为中国其实呢 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进入到 不断的跟所谓的外族的这个 从武胡乱华 从唐朝安禄山 这个这个安禄山本来就是所谓的胡人 然后到宋朝又惨啦 被援朝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 被外来政权统治了 但是中国人很会格先嘛 就后来都都故意在教科书里面都告诉你 有中国文化很大的融合 有没有 任何什么奶都被吃掉 那汉满门回藏鸟什么东西都可以叫 都在灌输大一桶嘛 其实那个是某种 某种心态也是阿Q啦 中国两大最大外来政权 一个是援朝 一个是清朝 我们现在还在被清朝统治呢 那个金虎充就是满清了 你还不晓得啊 在宋朝的时候 所有的宗教里面 这大部分佛教里面还分成了两大派 一大派舔台中 支持秦怀 杀掉叶辉 那 哪一派支持叶辉 主张打到底 牺牲到底 残忠 我第一天跟你们讲只讲一半 打某来中国就是发现到这个 我叫辨职 不对了 他自己后来就死在那个 二族呢 也是被和尚 五稿也是死掉了 三族数字不大清楚了 生产等等了 到五族红人 也是从来远离权力中心了 六族是广东的乱嘴狗啊 是不被承认为所谓的中国人的啊 你了解 但是呢 基本上呢 没有所谓那种狭隘地义性的 地理性的所谓中国 而在于普世人性的一种真理啊 禅佛谈的是这些 重视的是这些 我知道 不能再讲这些 有人要睡着了 可以 那一般呢 外国人感觉到 我们只是好像 陈述吉啊什么什么 反正现在陈述吉已经倒霉透明了 我们例子都讲他好了 就像这样的人啊 都如牛毛 那这个这种文化从哪里产生 绝不是体制教育叫出来的 你让那些老师这样 训练出来还能够变成陈述吉 那真的是 野生内劫动物 不可能 那那个东西从哪里来 从那种无形之间的感染 从哪里 从他接受的人的那种慈悲 没有形式的爱 国教为什么不讲爱 国教为什么不讲艺术 不讲梅 只不过是他要讲的这样更宽荡 更宽荡的 不要讲那么狭隘了 那可是呢 所以我告诉各位 行善最大的好处在 忘记什么叫做散 我们一直是从这样过来的 那但是在这里面 台湾最丑陋的也是人 历来的叛徒 历来的那种 就是说而且还在比较大够子 你知道吗 这样的比较 为什么 是归我大兵啊 外来统治者之下 养了一大堆这些啊 他呢 历来都是这样嘛 而且呢 他把台湾人的人格那种 最好的东西 你们听过我讲 光是一个 你们家的型朱白啊 有些人跑来跟我讲 哇这个东西 你为什么不知道 这么好的文化内涵 你为什么不知道 这个比中国还中国不是吗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的东西 而且是在什么 中国历史以前发生的东西 窑 窑 窑顺 窑这个字是什么 高大的意思 你知道吗 在台湾的 窑做什么 窑做什么 窑怎么说 窑窑做高老 所以台湾就说 那些人很高的 这些高人 就是窑啦 那些人都不要吓咧 无疑 就是窑人 台湾的海 clin ículos保存是唐朝之前的真正中研的东西 那为什么 因為那個時候來的,我們這個在偏年地帶,在福建就是偏年,跑到台灣來就偏年,結果台灣竟然都是世界生物的諾亞方舟,東亞文化精華的諾亞方舟在這裡 那可是呢,因為歷來被統治慣了,那現像現在呢,我常常常常講說,台灣人啊,那麼多善根,那麼多,只要這個宗教上很容易,這個募款等等,其實不是在那個款項,而在於超越那一些金錢所能代表的內涵啊 還有,為什麼,國民黨統治台灣之前只有觀音火屬,沒有觀音菩薩,為什麼罵你人是三八? 這個東西是陳永華他們創造的鴻門,反攻大陸,去中國侵朝裡面興起很多的抗爭 從後來,包括從白連教以來,甚至於太平天國等等,都跟這些有關,他們不斷的民主運動,但是被統治者當然就當成叛逆 一直啊,你去看看這一本書裡面,我有記載,從清朝怎麼樣醜化台灣人,到日本人怎麼醜化台灣人 代表性的一句話,台灣人不夠,要中國真的有夠,日本真的有夠 但是,日本人啊,一方面瞧不起台灣人,嚇死,愛錢,愛民主 但是,他們在1900年,逮捕了一批台灣人,行刑,他們卻嚇一跳,那一些台灣人,是威脅的鋼狼,他們走上斷頭台的時候,那一股乞丐,一點顏色都不改,令日本人嘖嘖撐起 你知道那個是什麼,那個就是閩南禪功,那個是精神貫穿的東西啊,不是那種漂亮小丑 所以日本人嚇一跳,怎麼會這樣,但是他們一方面還在醜化,他們還不了解這個底印是什麼 這一套殘門的教化所產生出來的台灣人格啊 這如果你們去看就好了,現在是給我就不要說 我要給各位解釋,對十五人,十五人怎麼來,有當孫子說不,有當孫子罵 台灣保存其實是宋朝跟元朝之間,明朝到清朝之間所累積下來的 但是台灣因為在掙錢更替平凡,三十八年,明年,八十年,其實台灣幾乎呢,表不齊的地方 真的令你難以想像,正成功三代,在台灣二十三年,創造這一系列的文化 然後在台灣中,美國有請教授和國安排,寫到海外 現在都是職場的文化,寫到海外,寫到海外 所以我找到海外的文化,寫到海外,寫到海外 所以我用海外的文化,寫到海外的文化,寫到海外 所以我去看,在海外的文化,寫到海外